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你有感受没有听 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恋物 比如很多收藏家本质上都是恋物屁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见过就说如果一个人迷上了一个他买不起的东西 这个怎么办 你知道我这有的收藏家那家伙就是看见喜欢的这个宝贝啊 四个都是翻光了都愿意给 都到那种其实是一种恋物屁了 因为你把自己翻光了还不算批了 也把你旁边的人的口袋也翻出来 叫你老婆把他的传下来的钱拿出来去借钱 而且文涛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字 这是说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当你只看中自己买得起的话 你不会满足的 不会过瘾的 你总是去看你买不起的东西 总是去找 你根本可能负担不起的东西来买 又挺你最有体会了 这个女人 我现在觉得我有这个病 就是你知道万一你看着一个东西 一见钟情 你完全买不起 可是对你买不起的东西的思念 蹂躏了你全部的人生 这就是我这几天的状况 不是这段时间 你说这个怎么办呢 你就给你一个生活的动力吗 就是说我有一天我要买到它 完全那是绝望 而不是 我这么跟你说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这几天在香港看房子 我本来没有想买 我也知道我买不起 可是他们说这也是一种践行的方式 对吗 锻炼身体 结果我爱上了一个 我跟你说这个海景 香港到处都是海景 对吧 但是我看中这个海景像山水画一样 他那个看出去啊 那个海啊 海中还有几点仙山 太美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选择嘛 不是 就是说啊 我征求你们这老香港的意见啊 我现在请家荡产 我能付了这个房子的首期 然后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的一大部分 就供它25年 就是我付完这个首期之后 大概我银行剩下2000块钱左右 但是就说我也勉强 你知道香港人多黑啊 他蒙你 他就说啊 你首期付不起吧 现在又发明一种叫二案 你有莫名其妙一种案 就是香港人发明的啦 全世界的财政整个运作制度就是有这样做 香港是学过来 可是我听完文韬这样讲 我们精明的香港人 马上算得出来文韬现在银行传款有多少 每个月薪水有多少 因为根据他这样描述这个房子啊 至少卖两个一 那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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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一付三成 你不要怕我算 两个一 三成首期就6000万 那文韬银行有6000万现金 还没讲完 不要忌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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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不要忌妒 我最后结论 月薪30万以上 不要忌妒 老板为什么我只有这么低 差这么多天差地 老板说我都没这么多 我跟你说有两个亿的 那咱没有去看 那是正面的 那家伙是正面面的海的那一排 我呢 你知道要不是说简陋啊 挑着一个地方啊 它实际是在后边 但是它在后边它飘出一个角 你知道吗 是在这个角里 但是我跟你说没有人是傻子 就是这个角 就一套房子出来这个角 能闪出一线海角 海角7号 这线海角呢 它的每尺的价钱 就比那个 当然 跟它同牌的 但是被挡住的那个高得多 你知道我就看着这么一个角 所以那个至少1.3个亿 光那个角 光那个角 我要重新计算 它月薪大概25万 还没有30万 就是我跟你讲 不要说我没有 我就是有 我现在也不够 我现在觉得就是你知道吗 但你还没到屁的程度啦 如果到屁的程度 你就不 是恋物屁的话 那个屁就是你已经到那个 已经有点就丧心病狂的地步 是 是 是 你早就已经 你现在告诉我们是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我已经住在里面 但是我说那文桃你的存款呢 没有了 那个才叫倒屁吧 对不对 所以你还在理性的范围之内 什么样叫倒屁 我跟你讲一个你们女同胞的经验 最近出了一个案子 就是在青岛一个商场里 你的天下备网罗有没有说 青岛一个商场里 一个三十多四三十六岁的一个妇女 穿得像个贵妇一样 拿两个翡翠的那个手镯 一个五十多万 一个三十多万 拿在那试带 带着就走 对吧 然后那个服务员追上来呢 掏出那个房狼瓦斯 七七 服务员眼睛喷伤了 烧伤了 后来这是有计划有预谋 说这个女的啊 看见这对翡翠手镯之后 一见钟情她家在危害的 其实她挣钱很多 但是她怎么也忘不了 她就是像我一样 咱们也忘不了 忘不了以后呢 那天就买好了这个房狼喷雾 坐长途汽车 特地去做这件事情 拿抢走了这两个手镯之后 回家如常生活 直到警察找到她 这就是P 就是她到了那个病的程度 她完全控制不了 可是你说P的话 应该是要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 这种新闻我们倒要看看 她以前一定有类似的记录 可是可能没有偷了 没有去抢 不仅是偷了 抢那么贵的东西 你有没有重复去买房子 重复去看房子买房子 有的话就是P了 我告诉你我就有 我想 我告诉你我就有 我重复去看房子 你是吗 我有一种很要命的P 我曾经有五次的记录是什么样 去看房子之后付了定金 要后悔 对 然后回家就清醒 回家就这样就退了 有时候很幸运 利用我各种方法 跑门路 全部退回来 可是有两次退不回来 你退回来一成是什么样 没错 那个就是P 我跟你说这就是P 然后就是到了 我就说这个可钱证 我每个年代的人都贪财 这个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怎么我有一个感觉 就今天中国大陆的人 我和我身边的一些人 我的观察 就这个钱 我跟你说 我就很有趣的发现 在这十年间 我作为一个大陆居民 我的这个价值观 已经出现了丰富 我不敢说改变 为什么 过去我是寄贤独能 你明白吗 比如说马家辉文章写得好 或者说谁主持节目主持的好 我嫉妒 你知道吗 你有才能我嫉妒 今天我很欣慰的发现啊 这事我完全不嫉妒了 说谁才能好 咱们跟人家学习 赞美人家 我心里一点阴影都没有 就这个事情我完全健康了 阳光了想开了 可是呢 我现在发现呢 他写文章都好一点都不吃醋了 可是我要听说他做了个广告 收了上千万 我那个度火呀 那个绿色的火苗能烧半夜 就是我这个嫉妒 我现在就嫉妒人挣钱 那你嫉妒是说 我就感觉到 这是不是说明我的价值观啊 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我自从来了香港以后 我就被 我就每天在这种地方挣扎 就是你的价值观 不得不被这种 我就常说我经过LV的门口的时候 我会问我妈说 我有比里面的人 不认真的 不认真工作吗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买 为什么 他有长得比我可爱一点吗 他有比我工作多两个小时吗 为什么他可以买五个包 我这一个 我可能一个要想个半天这样子 所以你当然会不平和 我刚才在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怒火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度火 就是为什么 什么原因 那如果你又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 就觉得天啊 那这个社会到底要教你什么 就是说这个价值观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 你到底应该 是不是 那如果你 你知道我也不想说带个什么 有时候啊 你真的也不需要带个什么LV包出去 但是我常常会发生一件事 就是我现在在香港 只要我带一个真的现在流行的东西在身上 我的朋友变好多啊 所有女生 你知道 第一个话题就是 哎呀你有个iPhone4s啊 然后就开始话题了 你就开始交朋友 但如果你今天穿的真的就是普通了一些些 你用的就是一般手 大家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跟你聊天 有那种感觉 我常常会讲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变成一个团体里面女生中的主角 通常你身上一定有个是从你身上带的东西 或用的东西变成一个亮点 这是我试验出来的 就是我到一个新团体里面 我必须要用最好的东西 我身上啦 我买得起最好的东西 那重点在于我觉得这无所谓 因为大城市 我们比方说我在美国在中西部 比较乡下的地方生活过 是另外一种人跟人的交往 去紐亚 去吉加哥要是不一样 我觉得重点在于说 除了那个东西以外 里有没有其他的 像比方说我们在英国 在美国一些地方 其实我在北京上海 碰到一些男男女女 他也是追从名牌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他有其他的 他还是会看书 还是会有其他的看艺术品 或说有其他的 包括吃很讲究 吃了什么样的品味文化 假如你没有其他 那我觉得才真的到了批的地步 才是值得担心 或者说觉得不舒服的地步 我觉得香港是比较单一了 比较没有其他了 除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本身不用太怕 所以你看我就用这个词 这个渴呀 香港过去有个词 叫一颗恨嫁的心 过去我们大陆人弄不明白 说恨嫁 这种渴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几天网上又闹一事 又有一副县长穿出来了 是吧 原来有那个周九庚说是 戴快表戴出来了 这副县长穿了一双皮鞋 这皮鞋马博士经常穿 我们来看一看照片 这一副县长出去视察工作 这被网友抓住了 这被网友抓住了 这是一个 说是四千块 还是五千块 你知道大陆官员 我觉得有个问题是什么 他的合法的明面的工资 过低 所以你这个事情就变成了 一百的台片 你没法说 你那个工资条上工资 一个月多少钱呢 在几千块钱 人家存了一年 买一双Fergamo 我谁不希望 而且人家说这是老婆送的生日礼物 得穿在脚上 对那你老婆钱哪来的 你老婆都没工作 可能 她老婆不是公务员 不用管她钱拿来的 而且这个让我想起 香港七零年代 成立反贪污 廉政公署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个案 因为香港的反贪污的法律 有一条是说 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 不相配的时候 你要去说明解释 这是几乎一模一样 发现有一个人 生活非常歇滑 有钱 把他抓去解释 他的理由很简单 也是老婆送的 那老婆钱拿来呢 我老婆卖银行吗 我老婆卖 出来卖 对她是这样说 我老婆跟谁卖 我卖银嘛 不能告诉你啊 我要替她保护她客人的隐私嘛 所以这经典的个案 这是个理由 后来那个新闻出来之后 有些报纸啊 还把他老太太的照片登出来 就成为另外一个笑话 人家说 讲那个样子 也能赚那么多钱吗 你怎么卖啊 很胖的女人 有人说好像猪一样 断公斤来算 来卖才行 所以那是经典个案 可是在大陆 我不确定 有没有这样的条例 当你好像你的支出 你的花费很大的时候 你有责任要去说明吗 这就是所以现在叫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大家都在聊这个 我们就不聊了啊 我们聊聊鞋 诶 又婷你喜欢鞋吧 喜欢啊 女孩子怎么会不喜欢鞋呢 我男孩子也喜欢鞋啊 是吗 你知道那个Sexy and City里面 不就是那个女主角 特别爱鞋吗 他们就说 女人只有穿在 穿着高跟鞋的时候 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 我只有高跟鞋的高度 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 你才找到 人生的制高点是吗 是 你知道生理学上面 说为什么穿高跟鞋吗 人类啊 穿高跟鞋 这是生理学 生理学家的一个说法 穿高跟鞋 女生穿久了 整个身体啊 整个身体啊 身理的器官部分 会改变形状 变成说 更能够让他的性伴侣 感觉到快乐 真的喔 对 然后更别说 你穿高跟鞋的时候 身体会向前倾 对 你的姿态会比较有雅 胸部会吐出 屁股会翘起来 然后你的身体器官啊 会改变结构形状 让你的伴侣 你的老公男朋友 更快乐 有这些说法 那也得会走才行 大概就是五到六寸吧 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 没错 我现在觉得街上很多女的走路 已经是啊 脚在身体的最前方了 往前探着走 已经是那样了 是是是是 但是鞋 我跟你讲 也曾经把我引入迷途 我就跟你说 这个人啊 这个恋物屁啊 我跟我那些朋友 没法比 人家是这个古董艺术品 他们可能迷狂 对吧 我就觉得这个 我也曾经陷入这种恋物屁 我就想起这个鞋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啊 这是啊 还我从来没见过 我还是在一家店里啊 见着一个人家那个店员 给我一个他们产品的画报 我在画报上 看见这么一个 鞋 你知道吗 我甚至都不知道多少钱 我买不买得起 然后呢 你看 就跟爱上一个情人一样 我就不行了 然后呢 你知道我动用 我的外国的这个朋友 有的关系 我的两拨朋友 去欧洲旅游 我说你要去法国 去去巴黎去问 还有一个朋友 巴黎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又找一个朋友 动用麻烦人家 上纽约这个牌子的分店 去问 实际上已经过了季了 已经没有这个鞋了 然后我说 你到这个二手市场去问 这就反映我这个人过去 我是干事业也是这么执着的 你知道吗 今天全在这上头了 我后来警醒到 这是病吧 没有 重点你买到了吗 没有 我好奇了 没有 买不到 就是拖变了人情 大家都帮我去看 最后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你还在想 你说这个恋物屁吧 因为没有 所以你想 你买了 说不定就放旁边了 对 买了 满足了 有两个方法你可以做 文涛 第一个是说 你去二手市场是对的 可是不是去欧洲的二手市场 去中东的 通常欧洲 美国的一些货品 过了季 就卖去中东的市场 可能在中东的名牌店 或者说中东的二手市场 就有找得到 要嘛再没有了很简单 你把刚才的照片拿去深圳 随便一家店请他做仿照一个 一定可以 我做给你 我送给你 我觉得节目出来了以后 你看照片也有了 文涛这么想要 明天凤凰卫视就有 成千成打的这个鞋 就寄来了 赞助嘛 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 肯定会有观众 会把这个鞋 从他们脚上脱下来 对 说明天代言人了 明天我们就不停的收到拖鞋 这好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等着鞋呢 这赵文道的说法啊 我这个人呢非常的好色 但是谁的说法也是啊 这是我告诉文道的 我 我是 又婷你不要误解 我说这个好色啊 我是好好色 好一切色 就是照老子的说法 我就像木迷五色 就是 哎呀 喜欢有美感 我有时候觉得钱真不应该在别人手里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这么样的喜欢欣赏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商品 我跟你说 女孩跟我在一起 你们肯定高兴 我愿意陪你们逛商店 不管给我买东西 还是给你买东西 这是我的一个乐趣 跟看博物馆是一样的 我就那么样的 每天被那么多东西吸引 你就说这次去伦敦 我又看见这个鞋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我又爱上它 我想着它 我看见那个鞋又挺我真实 我哪天我给 我看那个鞋 我本来一看我不想看 那就是700欧元 好 就7000块钱差不多了 对吧 我从上辈子到现在 我也不会买这么贵的鞋 所以我就想看一看 看一看我就 那个鞋真漂亮 你知道吗 要不是欧洲人家设计 中国人 你一万年你也比不上 就是说太好看了 太好看 哎呀 我最后就想要不然 乘着这个伦敦江 举办奥运的这个东风 是吧 我买了它 又最后当我在犹豫的时候 我突然看清楚了 是7000 7000欧元 那就是7万块钱 人民币或者港币 天哪 那上面相赚了吗 对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永远有你买不起的东西 可是咱们的眼光 已经能够欣赏他们 这个东西 非常的讨厌 谁都懂欣赏7万块钱的东西 每次我挑到一件衣服或什么 就算在任何打折的期间 你挑到都是原价的那一个 咱们演广告 你怎么会挑 然后有一天 最近也是逛街 因为香港打折了嘛 然后我就穿了一件 就是 H&M大家都要很便宜的 一个牌子的那个 风衣 我很开心 因为我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我就是以我的气质 我可以称突一个平价的衣服 所以我就穿了那个风衣 穿了大概 从去年穿到现在 我都没换 我很喜欢穿 每天穿 然后就穿去那个 专门卖风衣的那家店 然后呢 我就想说 我就不信 我的气质 什么样衣服都OK的 然后我就换了那一件 我就想 其实我本来 我没有要去买的 我真的只是好玩 然后想说 可以让我朋友了解 也就是衣服是人穿的 不是衣服的问题 就我一穿上去了以后呢 我朋友说 你那件就丢了吧 哈哈哈哈 就说 人家就真的是 一分钱一分货 真是 你知道你就 哎呀 咱们这么多年 这饱读诗诗 我跟你说 培养的这个审美啊 我什么牌子都不认识 但是我觉得好的东西 一看都是最贵 哎呀 不停教观众这个 我觉得内地的 跟香港有一个不一样的 内地的男孩子 不管是年轻的 还是中年 什么年龄都好 是蛮爱逛街的 而且蛮懂得看东西 反正我是这样 我经常逛街 我是喜欢在商店里面看人家 比方说我喜欢看人家 试穿衣服 那些人 人身材不怎么样 穿得好高兴 我就偷笑 暗笑起笑他 我发现很多内地的男孩子 很虚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黑色 遍 Powin 你给我下次再见